等等 别滑走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拉拉 其实我是很可爱的 就想到我很恐怖 只是那个小编 最近不懂这么 他就看了我个网红 拉拉 就把我改成这个名字拉拉 所以我也是很无奈 就是那首歌 那个My name is 拉拉 拉拉 然后就 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 OK 只是我的原名喔 我有改过很多个名字 有叫做西多郎 彗属郎 淘朗 可是都不出名 好了 我认识了这个小编 后我说他给我讲 那个小编 说他会帮我 宣传 宣传好够就会红 谁知道 到最后 他把我送都没有人要 改了名字够也是不红 也没有人要我送给人家 人家都不要来认领 真的是很可怜 那是不是很可怜 现在的朋友们 ok啦 现在等一下 那个小编又有东西要讲 就给他讲 如果你们要看 就去看下去 Hello大家好 我是杰比拉尔会记的Jack Yap ok 今天我又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一首歌 一个故事的第二集 就是今天我讲的故事 就是这个披着羊皮的狼 咦 在他没有讲这个故事之前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拉拉 拉拉走去哪里了 没有看到他 不见了 这一首歌是刀狼的这个称名曲 后来被这个谭校长谭永宁看中了过后 就拿去收录在他的专记里面 是在应该是90年尾还是2000年头的时候 这首歌就被收录在这个谭校长谭永宁的这个专记里面 ok 其实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呢 其实是描述一个一只 离开这个羊群的一只狼 他就为了要寻找他的这一个猎物 他的猎物 离开了他的这个狼的朋友 狼群 他独自一只狼 去寻找他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猎物 其实他这里要表达的就是 那个猎物其实就是好像一个男人 他其实是要寻找他的另一半 他的这个心爱的女人 所以这一个作曲家 这个狼他很有才华 他就做了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描述了这个男人的这个心态 就是他又为了要占据这个他心爱的女人 他就好像一只狼 一只狼这样子的样子 然后过后他就带着这种一只狼的形态 可是他毕竟他还是一只狼 所以就算他变得多么的善良 他变得多么的像一只羊 披着一个羊的那个外套的话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一只狼 所以这个大致上是这首歌的一个故事 所以现在我要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2,000年后 我小心翼翼的接近 怕你在梦中惊醒 我只想轻轻的问问你 你别担心 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 并不容易 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 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 是漫无边际阴朗的恐惧 我真的好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我愿意改变自己 我愿意为你流浪 在隔壁 只求你让我靠近 只求你让我靠近 我真的好爱你 我愿意改变自己 我愿意为你背负 一生狼皮 只求你让我靠近 让我爱你 相偎相依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 披着羊皮的狼 而你是我的猎物 是我嘴里的羔羊 我抛却同伴独至流浪 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 我确定这一辈子 都会在你身旁 带着火热的心 随你到任何地方 你让我吃 让我狂 爱你的好酒 还在三骨回荡 非常棒的一首歌 这首歌 它的副歌那边是有点呐喊的 所以小编这边 绝对是唱到不好的了 请大家多多见谅 因为这一个单元是一首歌 一个故事 我的那个 拉拉走进来了 我找他出来一下 OK好 拜拜 我们下一集再见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我们下集中的一首歌 我们下集中的一首歌 我们下集中的一首歌